今天想講一個生產的理論,什麼叫生產? 生產其實是一個投入同產出的過程,有些投入我們叫做要素 有什麼理論呢?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時間 就是說如果時間短的話,有些要素投入是不可以增加的 這種情況我們就叫做短期 我舉個例子,例如你是做車衣製衣的,而時間只有三個月 你會發覺有些投入,例如廠房和機器是不可以短時間增加的 這些廠房和機器我們有個名字,就叫做固定要素 那怎樣可以增加產出呢?你唯一可以做的方法就是增加一些人手 沒有辦法,三個月時間比較短,要做多些產量 我只可以請多些工人,工人根據定義就叫可變要素 那這種情況三個月又有固定又有可變呢? 那這種生產時期就叫做短期 這個定義是要背的 那另外有些字眼不要搞錯,什麼叫固定生產要素 很多同學答是固定的,答案是錯的 正確的解釋應該是不除產量改變 那重點就是無論你做三或者不做三 你都是用一個廠房和那麼多的機器 廠房和機器是不會跟隨產量 你做多些三而會增加的 那才叫固定生產要素 那重點一定要說跟隨產量 那可變生產要素的定義也是 你用回跟產量這個字的 就是做得多的時候要多些衣服 你就要請多些工人 是跟隨產量而投入會增加的 那就用可變生產要素 那很多同學沒有答產量這個字 那就被扣分 那第二個同學常犯的錯誤 就是搞不清要素和成本 投入的機器就叫做要素 成本是說支出 舉個例子 機器是一個要素 那機器的支出有什麼例子 例如租金我們就說一個成本 所以無論說要素或者成本 固定生產要素或者成本 這個投入或者支出 都是不跟隨產量改變的 同樣道理 固定可變生產要素 一說生產要素 都是說那個投入 我們說工人是一個生產要素 成本是一個支出 那有沒有例子工人的支出 工資就是一個支出 就是成本 那什麼叫可變生產要素 就是說你要增加產量的時候 工人或者工人的支出工資 是會隨著產量而增加或者改變的 那下面我都會提回你的了 所謂固定和可變 其實你是和產量掛勾的 一定要提產量這個字 我們再舉一個耕種的例子 什麼叫短期 就是說土地由於時間不足夠的關係 它是不可以增加的 你要種多些東西的話 你只能夠不斷增加工人 這個情況就叫短期了 我們不斷請一些人去種野 我們都會發覺 由於土地不可以增加 我們會出一個現象 就叫做邊際回報遞減定律 開始出現第一個理論 這個定律是要記的 通常隔兩年就會問一次 你一見到這個名字 就不要想太多了 先背了個定義 好了我打了斜體字的字眼 是最關鍵的 如果你漏了的話 可能整個定義都會沒有分 就是不斷地持續加一些可變要素 例如一些工人去種野 好了 而固定要素是不可以增加的話 會發生什麼現象呢 邊際產出最終會下降 這些字是不可以留下邊際 最終可變 持續增加到固定下去等等 所以定義的東西最好真的要背了 考試接著會用一些計數的例子 我們看看下面的表 我們說這個是一個短期的生產 為什麼呢 因為你見到機器的數目 是不會隨著產量而增加的 所以我們的機器就叫做 固定生產要素 而你要想種多些東西的話 你只可以增加工人的人數 我們說工人就叫做可變生產要素 我們說由於時間不足夠的關係 機器不可以增加 這種情況我們就叫做短期生產 而題目比的數字是總產量 就是說所有工人種出來的東西加起來 但是這個理論是說邊際產出最終會下降 所以我們一定要計一個數 就叫做邊際產量 邊際的意思就是說增加了多少 我們當由零開始 原本是沒有東西的 我們加一個工人之後 產量是增加了3 所以邊際產量就是3 我用了一個加好其實不需要的 方便你明白 一個加多一個工人就加多3個產量 同樣道理 加了第二個工人的產量 由3去到9 我們說是增加了6個 邊際產量就是6 第三個工人令到產量由9去到18 我們說邊際產量就是增加了9 以外應該是增加了8 那考試很常問就是 什麼時候開始遞減 我們說答案就是去到第四個工人 他依然做到事 但他做的事已經開始少過之前 我們說遞減是在這裏開始的 而之前發覺人們做的事是做多了 這個情況就叫做遞增 但是有沒有違反過定律 沒有因為我們說是最終會遞減 不斷加些人加到這裏 最後那個人做出來的事都會跌 但同學記住 這個是一個定律 即是說不需要解釋 你背倒就可以了 也都證明了就可以了 要真的要解釋 為什麼開頭會增加之後會遞減 你就可以說 開頭是因為工人分工 互相幫忙 效率提升 所以就做多了 但是不斷加些人上去 我們會有些更加通俗的說法 就叫做人多手腳亂 迫住了 令到增加了的人是做不到事的 如是者我們計算下去了 33-26等於增加了7 38-33增加了5 38-33增加了5 40-38增加了2 那就開始遞減了你發覺 如果這個故事繼續推下去的話 我們增加到第8個 編制產量是0 就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請多一個人 這個人其實是做不到事的 好了 再推演下去 第9個人編制產量是負數 就是什麼意思 就是這個人做不到事不止 它還令到總產量減少了 就是我們俗語所講的 做事打爛事 另外要留意考試 很多時候給的數字 你要看清楚是平均 平均就是總產量乘以 除回總工人的人數 3除1等於3 每人平均每人做三件事 好了兩個人做9件 9除2 平均每個人是4.5 好了 三個人總共做18件 18除3就是6 平均 如是者記得大計數計 26除4 33除5 38除6 40除7 那考試有少少技巧的地方 很多同學就是答在 平均遞減 其實是錯的 這個定律其實是說 邊際遞減應該是由 第四個工人開始的 那你答了第六個工人遞減就錯了 那所以記住 如果考試給的數字是平均的話 你要先計回總產量先 要轉化做一些 然後呢 從總產量之中 我們先計到邊際 而所有的理論是根據邊際的產量而得出的 來多次 考試如果比你平均的話 你要將數字 轉回總產量 再由總產量計回邊際 才得到最後的答案 我們看一看 我們看二三年的題目 A part 為何機器是固定生產要素 那你看到了 無論做多少件事 機器的數量都不會增加 當然了 正確的解釋應該說 是不跟隨產量而改變 記住一定要有產量這兩個字 好了 Part B 以上的資料可不可以說明哪製回報遞減定律 那我的建議就是 一見到這個字 有你沒有你寫了的定義 就算你這些數字 懂不懂計算也好 那我定義上一頁不記有 假設科技維持不變 幫更多可變要素持續增加到某定量的固定要素 邊際產出最終會下降 然後將這個數字代回去 就可不可以說明了 如果同學還記得的話 我們是說邊際產量的遞減 就不是說平均 我們要做一些轉化的 這個數字比較大些 10個工人平均做10件 那就是總產量其實是100個 不過有計數機應該都可以很快計到 11個人平均每人12件乘132 我們最後會計下邊際產量 我們說由於我們不知第9個產量是多少 我們不知由9增加到10是增加了多少 所以第10個是計不到的 但第11個就計到 因為由10到11 總產量由100到132 那邊際產量是增加了32 第12個 第12個 加了之後總產量132到180 所以是增加了48個 再請多一個人221 減回之前的180 請了最後那個 224 我們說增加了3 那就是說你不斷請多些人 但做多了的東西是越來越少 那我們說什麼時候開始遞減 是第13個工人開始做多了的東西 是沒有以前那麼多的 就是說簡稱遞減 那這題難的地方 我們的理論是要用邊際產量去表達的 就不是用平均產量 那考評局也都發覺考生有很多這樣的常犯錯誤 那下面的考評局評語都有說 直接將平均產量相減 甚至不懂分平均和邊際的分別 那考試除了一些計數和背定率之外 就是它用一些應用的 我們看看下一題 就是說一間賣電話配件的店 一個可變成本的例子 我都跟我搞錯 也都剛才提了你 成本是不等於要素 要素是一個生產的投入 而成本是那個投入的支出 所以應該答案是一些費用來的 我們先寫個定義 好了,重點就是跟隨產量 這些支出是會增加的 那給我再想一下有什麼例子 好了,就是說有些什麼 例如生意好的話 你的支出是會增加的 好了,就是購買配件的成本 那生意好買多了 你要入多些貨 那支出是會相對增加的 好了,那額外挑戰題 同學可不可以講一個 可能下次會這樣問的 固定成本的例子呢 就是說,就算你產量是零 完全沒有生意 這個支出呢 你都一定要給的 不會同學想到 那答案就是你的店租 你每個月就算你不開門 你都要交租的 好的,那我們先說到這裏 先說到這裏